全文貝國 很高興今天跟大家有機會分享這個題目 來潛談訂閱式跟獨一集資 還有跟國內外的平台的選擇 還是不免除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宇晨,中間念語 也可以叫我宜恩 目前在好奇心創意擔任營運長兼co-founder 過去在全文貝國 在遊戲局制以及貝殼放大這邊都做過跟群眾集資有關的工作 所以也都負責在ACG內容還有讀遊戲圈裡面 想說今天可以用一點時間跟大家分享一下 關於在讀遊戲或是遊戲內容的集資 可以怎麼樣的操作或是有什麼樣的經驗 可以讓大家來做一些討論 我們今天會有三個重點跟解決大家三個問題 我在整個講座開始之前我做了一份問卷 然後呢在社團上面粉絲團上面可能有些人有看到 然後問大家說你對於群眾集資 或是對遊戲的集資裡面最想要了解到什麼樣的問題 後來整理之後呢我發現歸納大概會有這幾個方向 那重點有幾個包含說我會簡單提一下集資跟訂閱一些簡單的介紹 然後再來是整個市場環境的趨勢 就整體包含全球跟台灣人的狀態 第三個是如果你想做群眾集資的話你要怎麼來評估 然後呢如果要做那做法上是什麼 那可以提供給大家一些參考 然後接下來是會解決大家的三個問題 包含說各平台有什麼樣的差異跟選擇 現在還有哪一些平台可以提供什麼樣的內容 然後差異在哪邊 第二個是如何開始準備群眾集資 我會把步驟大方向給大家做一些簡單的介紹 再來就是最後是如何評估要不要發起集資 這應該是很多團隊可能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那我會提幾個key point 讓大家來判斷說究竟要怎麼做 然後要不要去嘗試這件事情 好 我們在講2020的整個群眾集資之前 還是讓大家回顧一下幾個重點 去年我也講過類似的題目 但我做了一些調整 主要是因為我們已經大家 我們所謂的集資圈的三貫網 大家都應該看很多了 包含可能michael提九號啊 或是沙姆山 或是最近寫作之城也在出了一些續作等等 所以我們還是回顧一下目前 全世界的top-1 新技公民 目前已經到了3億美金 每週3億美金 就將近100億台幣 然後最近才剛剛出了試卵版的一個部分 那最終這個遊戲的成果會怎麼樣 是整個在這遊戲集資裡面 我覺得大家都應該要關注的一款遊戲 花了將近七年的時間 耗資百億的一個遊戲會成為什麼樣子 再來是在談遊戲的這個範疇之內 有一個題目啊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在日本鄉川縣 最近剛好前幾個月的時候有一個法律 就是議員他們提出說 可能讓18歲以下的未成年人 就是你可以限制玩手機的時間啊 然後限制你可能沒辦法用手機這件事情 然後就有高中生來發起一個群眾集資 這個在CanFed上面 然後募集500萬元 叫500萬元日幣 然後再發起一個速手 那其實蠻快的 他大概不到幾天就募到了 不過因為他這個範疇是在個人面上的一個 所以他其實應該金額就不會再太多的一個成長 那在跟遊戲領域裡面 我覺得蠻多 跟這個題目有關係 因為目前很多國家都開始做一些 電子遊戲上面的一個限縮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議題上面 也是大家值得去關心的 好 那2020有一些重點的專案 我跟大家share一下 不一定是什麼非常大 或者說真的是非常有名 有些是我自己覺得蠻有趣的 我想大家可能最清楚知道 一定是像白金左邊 白金公共識的神奇101 然後他們也推出了一個集資的版本 那他總共有三萬多人參與 然後募到了這樣的一個金額 那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他在其中幾個項目裡面 是製作人生股因素 然後他是說 如果你今天贊助這個項目 他可以封鎖你的推特 就是你想要跟他 你不想看到生股因素的話 他可以幫你來封鎖一下這樣子 是一個蠻M的一個贊助方案 可是也還是有贊助 所以大家有機會可以上去看看 然後右邊是 但是我自己蠻喜歡 而且我也donate了一點錢的 落在中文的話叫 星之海的一個經典的回合制遊戲 那他大概募到 如果換算成台幣的話 大概3億 對不起 3800萬的台幣的一個這樣一個金額 然後人數有到25000人 而且這個是在 目前疫情期間的時候在集資 所以這個金額其實非常的可觀 可是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遊戲應該已經有一些內容 或是有試卷版出來 可是他其實正式版的到2022年才正式的上市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 案子非常長的一個案子 然後桌遊部分還是不免書提一下 包含像是神域原罪他們的一個延伸周邊的桌遊 也是募到100多萬的美金 然後右邊的話是目前 打破歷史新高的座位按鍵 也打破所有遊戲的按鍵 的這款桌遊 募到3億8千萬的台幣 這個也都是目前在今年的一個新的高峰 好那簡單提以後 我們還要回歸到重點說 今天訂閱式跟回饋式的集資的一些差異 那我們還是簡介一下 回饋式意思就是一般你在購買 你今天可能付一筆錢 然後他會給你回饋遊戲也好 回饋週邊 或是回饋什麼服務項目 DLC都可以 然後訂閱式的話 比較像是你今天過去 可能年輕一點 可能就比較少接觸到 可能像是訂報紙 或是像這樣最容易理解 可能就是訂Netflix 或是訂巴姆特 付一個費用 然後定期會內容上面的一些更新 那訂閱式集資也是這樣的一個概念 遊戲團隊也好 或是創作者 你每個月給他一筆費用 然後他會持續提供你一些回饋 然後每個月都會做一個扣款這樣子 然後差異大概是這樣 那各個平台的幾個部分差異在哪裡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張錶 那我這邊只有列出一些部分 沒有全部 都列完全部可能 這整頁可能講不完 這麼短時間講不完 那在國內的話 目前主要還是以 折折跟5MB為主 這是以一般回饋式的集資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做訂閱式的話 目前大概主要還是在PressPlay上面 不過有一點比較需要留意的是 雖然說他們都有提供類似的服務 例如說折折也有提供訂閱式 PressPlay也有提供 但如果你今天是做一個內容創作者 或是跟遊戲產品有關係的 你可能大概國內的應該還是會選擇折折為主 PressPlay比較偏向是跟學習 或是財經相關的主體比較多的 所以說選擇受眾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如果你要做集資類型 或訂閱類型 在台灣大概還是以折折為第一導向 那國外的國際型的話 包含KinStarter、Indiegogo 或者Patreon這些 除了做集資跟訂閱 那以遊戲類來講 排行前面都還是在KinStarter上面 所以我覺得選擇他們來講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包含說他們也有在香港和日本 都有推出一些在地化語言的版本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推出國外的話 選擇KinStarter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那做訂閱式的部分的話 除了Patreon之外 後面還有提到在右手邊有像是FanBusk 那這些都做訂閱 或是說像魔典網 中國的魔典網跟中國的iFans柱 他們都做訂閱式的集資 那以目前的世界的潮流來說 大部分都不一定會綁在同一個平台上面 有可能是各看地區的訂閱式集資平台來上架 主要有幾個原因 包含語言問題還有付款的方式都有所限制 所以通常很多創作者都會做不同的平台的上架 所以如果你想做的話 其實可以考慮的 就是服務當地的一個玩家這樣子 那在日本的部分 你可能選擇MakuAki、Canfire 或是Green Founding 這主要三大平台 那以遊戲類的或是創意型的內容來說 大概還是Canfire 是一個值得大家做選擇的一個品牌 那中國的部分的話 其實非常多大概上百個平台 那不過以魔典網也是以主打ACG類型為主的 所以如果說想要在中國上面上集資的話 大概也是需要找魔典網上面來上架 那你可能會問說 那兩方在中國或台灣 可能都是用中無頁面的話 那是不是在台灣就好 那可能因為卡在金流上面的問題 可能在中國或是一些國外的華人 可能不方便贊助 所以會推薦你如果今天想要在地化的話 還是依照當地的平台來做合作 最後提兩個 是做獨立集資 所謂獨立集資是說你今天不藉由平台 然後來做回饋式也好 或是做訂閱式也好 目前最知名的 大家應該都比較清楚的是 有賓製作 他們最近也剛出新的TRPG 就是用所謂貝殼機器 由貝殼放大出貝殼機器來做 訂閱式跟集資或是斗內 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他們在上面做一些 相對於你在平台上面的 比較規格化的方式 你可以在貝殼機器上面做一些 比較客製化的調整 然後你也可以做分期付款 你也可以有信用卡 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做選擇 那也是方便一些年紀比較小的贊助者 然後Super One是有知名的媒體 電塔少女的母公司 就是電塔科技他們所提供的一個服務 那一樣跟貝殼機器有點類似 你可以自己建一個平台 主要主打是做訂閱式的服務 那目前上面有一些也是跟娛樂型有關的產品 那其他第三方金流的話 也有人在用 可是他們比較偏是實況主或是YouTuber 你可能幫忙用綠介、歐富寶 或是蘭芯或是PayPal這些 那如果說今天你只是想單純的收款的話 可以考慮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他金流比較便宜 但如果你想要做長期的 甚至做一些行銷規劃的話 我會考慮以這些平台來做選擇 那當然以上是每個團隊可能 你目的東西不一樣 你可能還是有些差異 或是你跟那個平台服務有些不同的話 我覺得這還是可以再討論一下 不一定要以我上面的這些為主 OK 那接下來的話 跟大家Share一下 我們在談Kingsarter或台灣的整個集資市場的一個趨勢 簡單看一下 因為今年紛紛牢牢 大家可能會有點想瞭解 在2019年的Kingsarter上面 遊戲類 這注意喔 遊戲類是只包含所有遊戲 只要跟遊戲類型的上面的 都包含在這個類型裡面 那目前來說都是年年成長的 從2012年到2019 都是每年都穩定成長的那種 包含提交的數量也好 專注人數 資金總額都有成長 不過 but 我這裡特別寫一個but 全都是桌遊的成長 全都是桌遊的成長 那台灣呢 台灣不好意思也一樣 有所有數據來看 都每年都在成長當中 但都是桌遊所帶來的影響 那我們如果猜出來看 數位遊戲的表現如何 其實電子遊戲在這一年很穩定 你會看到在前年從圖表上 可能2012到2015這一段 也有特別突出的 不好意思那就是幾個三本柱的 那些特別大的金額 因為目前數位遊戲在Kingsha的第一名 還是沙門山 所以那些三頭暫時還越不過去 所以後面這些平穩的數值才是正常現象 所以在Kingsha上面 其實金額跟人數這幾年都差不多 但是大案比較少一點 但是小案變多了 質量好像小案變多 所以大家贊助的意願變高了 台灣的部分的話 其實遊戲的提案數量也跟去年差沒有很多 但其實在跟前年或是大前年比的話 其實我們數量大概略減了兩成到三成左右 我們現在應該不到十個案子 大概都是五六個左右而已 那到目前2020為止 如果我們沒有計算錯的話 大概已經有四個遊戲類的提案 而且已經有破百萬了 前幾年才剛破百萬 大概也可以關注一下 那Kingsha的總體而言的話 還有我們台灣其實其實就是說 目前來講 群眾集資在數位遊戲的方面 已經到了一個平衡點 就是穩定的狀態 所以說基本上你現在去做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一個問題 那如果你覺得評估完 滿想做也OK 那你就要怎麼評估自己 是不是做群眾集資來發起 我覺得可以從幾個點 從目的成本體質啊 然後還有產出來做評估 發言說你今天想募的是金額嗎 就是遊戲本體 還是說你今天是需要一些開發經費 還是說是需要營運的人事費 因為呢以目前的集資市場來講 大概都很難募到很高的營運費用 或是遊戲費用 即使你看募到一兩百萬 其實大家相信都知道 沒辦法應付得了遊戲開發的成本 因為現在遊戲開發的成本 越來越高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建議你要再思考一下 那如果你是作為宣傳 或是階段性任務 說讓大家了解這個遊戲 做預熱 甚至是作為到時候做 冤枉情代的前一步的話 這件事情也是滿適合 值得去做的 以及你可能測試市場的一個反應 在成本部分的話 你要考慮的是說 做集資大概會花到四到六個月的時間 甚至你還需要有人來做控管 然後還要有社群上的經營 然後可能還有一些回復 做集資的過程的一些出貨啊 還有說做回應啊更新 這些都需要花時間 還有部分的廣告費用 目前來講你很難 完全零網告達到一定的小益 因為現在流量 不論是Facebook或是Google的流量都越來越貴 而且越來越不好做投放 再來是外包 因為如果你今天團隊沒有相關的專業人士的話 你可能需要把影片或是設計做一些外包的話 這個也會是你的成本 那體質的部分 有沒有試玩版是一個 在台灣裡面比較特別的地方 大家可能需要有一個試玩版本 或者說你的遊戲畫面 就是影片裡面要很清楚的了解到 這個遊戲大概怎麼玩 會讓玩家比較放心 當然在國外的情況就比較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有試玩版 我通常會建議有是最好 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可能從15分鐘到30分鐘的版本也OK 第二個是社群能量 如果說你今天可能就是一個KOL 或者說你今天已經長期耕耘 你可能是做過其他事情的 然後來這邊來做的話 其實如果你有些社群能量 有些粉絲在劇作集資會簡單很多 你就想想從零開始建立粉絲出來 應該是非常辛苦的 第三個就是經驗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已經做過第二次 或者說今天你是第三次第四次的其中集資的話 成功率都會比往年 會比你前一次提高大概六成到七成 而最後一個是產出 就是你是木遊戲本體本身嗎 如果你是木遊戲本體 那你在縮持上面跟金額上面 通常都不會太高 如果你是木周邊 因為你可能有 例如說你可能要做暴整 那你可能要做100個200個 那都有你庫存上面壓力 你需要全中集資的話 那這個部分的話 在周邊的控管成本上面 其實金額就會小很多壓力比較小 因為你可能沒到 你就覺得不做沒關係 但是遊戲本體的話 你可能會壓力比較大 包括你要給大家的承諾跟回饋 是會比較重要的 然後可能如果你今天是小木活動 例如說有些可能是想辦一些 寫下活動或是比賽的話 那在這個上面會耗得人力 跟宣傳上面會比較辛苦一點 等於你遊戲本身還是要有點知名度 才好推 這屬於下一個階段的部分 那這個過去像是 雷亞他們有做過的 類似音樂會這樣的一個集資 這我覺得都是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最後我們這裡下面都提到說 不要把群眾其實當成群眾 因為所謂群眾是 所以我今天在路邊看到一個人的話 會說你有沒有來抖內 不會他絕不會抖內你啊 對不對 太奇怪了 所以我們應該是想要成同儕跟部落 這一群人大家都已經很熟 然後我們今天想做一件事情 然後想完成一個夢想 或是想完成一個目標 然後你要說服他 來願意加入你這個部落 甚至部落一直出去征戰 所以一種方式就是 我來宣傳來找很多人加入部落 另外一種方式就是 我部落已經有人 但是我希望可以靠部落 達到某一個目的 所以我覺得你要先斟酌說 你現在到底手上握有 有沒有這麼多的支持你的人 你還可以做這件事情 如果沒有 那我們開始走宣傳模式 如果已經有了 想要變現 那我們就可以來走變現的 一個集資方式去走 所以這四個是你可以去做 評估跟保證說 在每一個階段上面 你都握有什麼 然後最後可以來探討說 你都有了 那我們可以考慮往下走 如果你評估完 你覺得其實都還不錯 都有達到剛剛提到 那你如何開始準備做群眾集資 這頁很多東西 簡單提 平均來說大概會需要花到四到六個月 這包含了回饋式集資或是訂閱式集資都算 但如果是獨立集資也算在裡面 都需要做一些長期上面準備 但是訂閱式集資會更複雜一點 我們等一下後面下一場會再講得更清楚 那在籌備期的部分 就是如果說今天你在集資前 假設你今天想在1月1號集資 你就要往前抓至少半年 就是從去年的六月中開始規劃說 我零到兩個月會需要什麼東西 包括你要確認你的產品的定位 你的遊戲的定位在哪裡 是格樂遊戲RPG 然後還有什麼 你要確定是市場的大小 有沒有太多 這個時候會不會有什麼競品一起來出來 然後會影響到你遊戲的推廣 這個都是需要在前期就知道 再來是客戶名單的收集 因為你這個會需要 我們客戶名單收集就是說 它有點類似用用清單 那你可以先做一個所謂的Landing Page 然後或者是用所謂的Message的Tradebar 來收集大家說 如果你對我們的產出有些興趣 因為你可能剛開始只有一些美術圖 或是有一些簡單的文字 但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能可以留下Email或是聯絡方式 讓你後續可以再聯絡上它 第三個是KOL社群收集 我練這麼多我就不一一念 就是你要知道說 這些KOL或是這些社群 哪一些跟你這個遊戲的族群是有所相關的 你要知道有這些名單 你有辦法去拜訪跟做圍運 你不能告訴我們說 你今天做了一個RPG 但是你不知道RPG的玩家在哪裡 但其實論壇也好 或是這些地方 應該都有一些類似的族群的人 就是我們在找所謂的尋找部落的夥伴這件事情 第四個是在做遊戲裡面 在做集資影片幾乎佔了遊戲成功 非常非常關鍵的一個東西 就是你影片看不起來好不好玩 有沒有遊戲畫面 然後呢漂不漂亮 甚至是讓大家感覺到 你可能是主打畫面性的 有些是主打可能是故事性 有些可能是主打是遊戲性 那這個你要在你的集資影片上面 很強烈的呈現出來說 你這樣做 然後可能再搭配你們開發的一些想法 所以這個集資影片他們都會建議 建議是由專業人士來做操作 再來就是做試玩版的前置 那我在這裡打一個信號 這個可能還是要看遊戲的類型是什麼 因為如果今天你卡在預算上面的考量 或是你今天在遊戲性上面 還需要一些打磨的話 那試玩版的可有可無 或是會不會在這個階段 是可以在討論的 依照每一個團隊的情況來調整 那我們前面籌備完嘛 這些都收集好 我們接下來開始做預熱的工作 我們需要做一個檢測問卷 那通常呢可能會用所謂的 或者是我們自己在常用的 Typhoon 然後來蒐集大家想法 那只是我覺得前測問卷 如果大家有在其他平台 或是買過一些產品 例如說包包鞋子水杯都好 他們的問卷通常會比較偏商品項 但是我覺得遊戲內容 就所謂的內容型的 我都覺得你不應該主打 都是純粹跟遊戲有關的 應該是你要如何讓大家 認識遊戲的本體 如何引人入勝這件事情 怎麼了解故事啊 對角色更有興趣 而不是在說我們遊戲的規模 或是價格上面 那那個還是要提 但是我覺得讓大家 可以深入遊戲這件事情 我覺得在做問卷上面非常重要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在集之前 可能會做一些 娛樂倒數的一些活動 就類似像是 有些遊戲在摩天上線 他們可能會倒數七天 倒數幾天 提醒大家 因為現在在推廣上面 你沒有提醒大家的話 其實大家很容易忘記 所以你可能需要用簡訊 或是Email 還有各個你的社群平台 來做告知 就是說我們準備要上線囉 然後呢上線 關注這些人 可能會先獲得什麼樣的東西 第三個是頁面設計 頁面設計也掌握了 遊戲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是因為它相對起來的話 你會需要更有自己的一個特色 包括說從標題也好 文案也好 甚至是美術圖片 要夠多要好看 然後回饋的方案 跟衍生項目的話 也是要符合你的成本規劃 然後要符合你的整個方向 你不能價格 你也不能蓋太低 但是你也不能 什麼東西都還沒有出來 假設你有周邊產品 或是你有一些 要出來的一些實體的東西 你要有所謂的demo圖 設計圖 就是所謂的假圖也好 讓大家說 未來我可以拿到的美術設定集 或是公仔 可能會長這個樣子 讓大家可以去想像 那回饋方案的話 至於說有必有趣 就會像我剛剛前面提到 像聖谷因書那樣子 那是一種有去有梗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個也可以參考 你遊戲的模式 有沒有什麼 讓大家可以彙心一下我的回饋方案 再也剛剛提到 宣傳影片這個時候差不多應該要完成 然後可能抽一些做預告片 然後還有部分的廣告投放 這些前期都做完以後 我們就開始進入集資的一個階段 包含說你需要 剛剛前面收集完KOL的名單 這個部分要去做一些推廣 那有幾種方式 一種方式是 你可能跟他做交換的 或是你今天做業配 或是他今天可能有相關的管道 可以認識他 然後他願意玩玩看 或是體驗看遊戲 這為什麼要有試玩版 是因為這時候如果你請實況主 或是YouTuber 他們可能願意做試玩遊戲 如果他們喜歡 說不定就會放在他們的影片的渠道上面 如果沒有試玩版在推廣上面 會比較辛苦在這一點 再來是新聞稿的發布 那之前已經有整理過 整個在台灣的媒體 還有國際的遊戲媒體 所以基本上照著那個去發 應該大部分都可以觸及到 那只是說在遊戲媒體的部分 跟一般媒體不一樣的是說 你不用覺得說沒什麼東西可以更新 你其實有東西 你只要有一點點不同 就可以更新 例如以前我們可能是 達標就更新 150%也更新 然後200%也更新 然後甚至還會有採訪 活動 我們都會做更新 其實你只要想像 一般有些遊戲公司 會一直推新聞稿的原因 就在這邊 其實我們台灣的遊戲媒體 都很願意幫助 獨立團隊們 做這樣上稿的這個工作 只要你的內容上面 一直有持續給他們這樣就可以 所以這個要勤勞去做填寫跟發放 一樣 然後在這個部分會做廣告投放 然後還有定期的更新蠻重要的 因為常常很多會埋頭於製作上面 但是你還是可能一週到兩週要告訴大家 定期的 要定期說 你們現在的進度的時候 不一定要很大的更新 但是要讓大家知道 你還在 然後有了解他們 有跟他們互動 你可能Discord方式 用社群社團都可以 但是要讓他們知道 你在我們是一夥的 這樣的一個感覺 然後這個時候通常 集資期間可能會提供試玩版 這也不一定 最後 如果你集資結束也成功了 那後面會有幾個 重要會需要的部分 如果你就會看到 大部分很多很成功的遊戲 集資 通常他也蠻常定期更新的 然後在產品出貨之後 也會提供一些互動也好 所以他某種會開始建立起 自己的所謂的玩家社群 Discord IG FB或Twitter這些 因為讓大家知道 我期待不只是這款遊戲 而是對你這個團隊 我希望未來可以玩到更好的 跟你這個團隊有關的遊戲 所以是累積年始終鐵本 在這個階段 其中期開始這一段 就要開始去做 然後到遊戲上鍵前 你可能 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你可能周邊可以先出貨 然後你要去壓那個 出貨的時間點 然後壓 產品收到的時間點這樣子 所以這就是 至少你要花六個月的時間 所以通常如果你通常想到的話 你就要跟你遊戲時間 要搭配起來 好 那剛剛前面講了這麼多 我們做個簡單的總結 因為其實今天時間沒有很長 但是我大概很多都只能提點到 所以如果留一些比較細的 或許我們可以之後再聊這樣 我們做幾個三大重點整理 就是 如果你要怎麼評估自己 從目的成本 體質跟產出 剛剛我們前面的那張圖 你可以參考哪些部分你有滿足了 哪些部分是還沒有滿足的 那至於說怎麼去調整跟補強 這個是可以再討論跟 看看怎麼做修改 那再來是集資方法 我們相對於一般的集資產品 就是包包鞋子都好 就是你可以看到拿到實際產品這些東西 來說內容類 所以遊戲也好創作也好 其實都滿需要更多的準備時間 有很多原因包含說 今天如果你遊戲集資上線 你可能需要更新嘛 圖書也好 遊戲畫面 影片 或是遊戲性 所以這個其實我都會建議 你在事前就準備 至少一個月到兩個月的內容 可以在後面的時候更新 不要集資的時候便趕 因為你要是今天趕不上製作啊 趕不上更新 你可能就會delay delay大家就會覺得你沒有再更新 所以建議你準備一到兩個月的內容期 然後到後面集資的時候再慢慢的放出來 然後再來就是說 照著這個時間走去走 然後通常 例如零到六個月的時間 所以你可能後面 你就要想說到遊戲上線 因為你可能集資完之後 遊戲上線可能還要半年一年甚至更久 那你中間需要做什麼樣的互動 這個可能也要去思考一下 還有怎麼跟玩家溝通 再來第三個就是平台特點 今天如果你想做獨立集資的話 其實你可能就需要自己有一定的社群能量 就像有兵製作那樣 因為畢竟他已經做了好幾次 有一定的粉絲 大家習慣這樣一個模式 如果你是全新的團隊 跟全新的IP 我還是會建議你選擇極致平台 那如果你說 你希望在國外的話 你可能還是找當地的極致平台來做商架 因為包含有當地的語言 當地的付款費用 也是比較習慣的方式 不建議一個平台去測 但如果說你已經試了好幾年 有些內容了 就可以像有兵這樣出一個自己的獨立的頁面 然後去串金流 甚至是可以出不同的版本 來到不同的國家 那當然在不同國家去上架以後 還有一個問題大概會是 你要怎麼做 例如說中國或是美國歐洲的社群推廣 我們還是會建議找一些合作夥伴 那當然如果你自己 內部有這樣的人才 就可以避開這件事情 然後所以再加上就是 如果你今天的內容 可能是有很多實體產品 例如說今天你有很多周邊 你要送日本啊 送中國或是送韓國 送美國好 那出貨物流這個部分 你可能要找 有些平台有提供這方面的資源 像是在日本的話 Makawake他就提供蠻多的物流跟製作服務 所以這個也是可以考慮進去的範圍之內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比較純粹的數位化內容 例如說很多可能是頭像啊 或是角色的外衣啊 或是今天只是一些 不需要太長太大量物流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 像剛剛前面提到幾個 以ACG走向為主的一些平台 所以你可以依照你的服務內容來做選擇 然後最後大家 我覺得剩下一點時間 跟大家聊一下說 很多人會問我說 會不會幾個平台上面 有沒有需要同時上 還是說該分開上怎樣的一個問題 我會覺得說如果在你今天團隊 能力和時間上有點吃緊的話 我不建議你上一個平台又接著上 你會整個整年都在忙著上幾支 那你不如做一些簡單的調整 如果說你今天目的只是想測水 或是順便有一點費用的話 那你就是可能有出一個中國的整體版本 台灣有一個版本 然後Kingster有一個版本 同時在差不多時間上線 然後你在做推廣上面 做控廣上面 你可以一次處理 因為你可能更新的內容 你只要翻成兩個語言三個語言 你可以同時在推特 或是可能在微博 然後你可能在FB上 可以同步更新 你不用之後還要再重複做一次 如果你想這樣做 你可能就要事前做準備 因為如果你在國外的平台上線 通常都要有當地的帳戶 還有地址 這個是需要留意的地方 那如果說今天 你想做訂閱式的話 你需要準備的內容的東西 就會有更多的一點 所以這也是 相對其做集資產品的部分的話 你需要準備圖數 以美術圖數為主導的 還有說你的 跟在公開平台上面 沒有付錢的這一塊 你要怎麼去做不同的受眾分類 他們可以看到什麼樣的圖 可以拿到不同的回饋 這些東西你要分得很清楚 然後最重要一點就是 你不會讓某一方覺得 他受到了虧擔 好 那一整年 2020大概會是這樣 那2020最重要的 受到疫情的影響 目前暫時上 在集資目前還看不出來 在台灣跟國外 都集資的金額還是有所成長 但是我覺得過完下半年到明年 可能數據上下半年會比較疲弱 因為在美國或歐洲上面 受到疫情的影響蠻嚴重的 所以Kingsha上面 我不確定最終會怎麼樣 不確定 但在台灣的部分 我不得不說 在上半年的數字都非常的漂亮 所以如果各位想要嘗試的話 我覺得都還是可以試看看 這個我覺得在群眾集資 在遊戲的部分上面 是相對起來比較穩定的 不會讓你發大財 但是讓你做車子水溫 或是拿到一點做周邊的費用 我覺得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多的問題 那如果你想要長期有一個 營運跟開發遊戲費用的話 我覺得後面下一場 談電源式集資的整個介紹 會比較細 你會比較了解怎麼做 好 那我今天分享大概就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歡迎可以到發 email給我 或是到我FB 來加個好友的私訊 OK 謝謝